重金球过一双没看过菲律宾版鬼怪的眼睛 真的很难相信视频中这个穿着小脚裤留着泰军同款胡须 吸止烫还只烫了一半的精神小伙 是鬼怪力 那个又帅又有钱的长腿阿加西 或许是为了让大家把他跟孔刘区分开 他还特意设计了一个小巧思 把原版里清晰为美的荞麦花替换成了一把长豆角 怎么是要让女主直接带回去烧菜吗 再看看他逼豆角时这狂拽裤炫炸上天的表情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送给女主的是一辆家常版劳斯莱斯 你可能会问菲律宾是真的找不到男演员了吗 我想是的 因为他们的道名寺也是该男子演的 看着雨车持平的迷你身高 这阴口呼吸而分外突出的娇嫩唇板 还有着虎虎生风的走路姿势 小样这还不迷信你 对此我的意见是不说言程序版 连孙洪雷版都在他的衬托下变得轻心脱俗起来 既然鬼怪流星花园都翻拍了 那怎么能没有太阳的后印呢 只是比起男主 我觉得这更像男主他二大爷 女主的丝巾后为啥要闻一下 我远了 但我想这些剧的原版一定非常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的精彩演绎让孔流言程序宋忠基 甚至是孙洪雷的颜值都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我不是最后一个知道领品如何 红世贤的婚纱照是批的董捷 潘月明的吧 这多少有点缺大德了 除此之外 剧组真的把省钱俩字印在了脑门上 还有红世贤用的手机是翻盖版山寨苹果 不知道的还以为乔布斯提前把新品给他试用了 可回家的诱惑雷归雷但却算翻拍的韩剧里 口碑和收视都名列前茅的 真正让人草多无口的还得算这几部大作 仔细看这是翻拍版的内鱼蓝色生死恋 该片2017年拍的当时四个主演都还是小透明 结果拍完不久 女主上路思考 哦我的皇帝陛下小有名气 男配徐凯靠延喜攻略成了当红小生 女配孟美琪参加选秀一月成顶流 于是在宣传时 该片的海报变成了这样 女配站C位女主男配分站两边 而男主还没他们的一个鼻孔大 有意思的是这并不是蓝色生死恋第一次被内鱼翻拍 上一个饰演男主的人士 但争议最大的还是接下来这部漂亮的李慧珍 原版女主扮丑的造型是这样 1988妈妈们同款爆炸头 满脸雀斑加高原红 但翻拍版女主除了头发炸了点 脸上有几粒斑 其他各方面看上去都不符合丑女的人设 只能说国内从不缺有才的编剧 只可惜这些编剧都没得到应有的话语权 才会让翻拍女女抢占市场 直到看到有抄袭嫌疑的我的女孩被奉为经典 我才明白不红是原罪 不止适用于明星 2022年内鱼宣布即将翻拍韩剧我的女孩 消息一放出就燃起了广大韩语粉的怒火 他们直指内鱼没心意 就爱捡韩国人的剩饭吃 可尴尬的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我的女孩 远远没有他们想象中那样清白 我的女孩开播于2005年 主演是李洞旭和李准基 剧情主线是某集团老总 临终前想见见失散多年的孙女 于是家人找了个女骗子冒充孙女来哄老人家欢心 最后女骗子反而和继承人相爱了 而几乎一模一样的剧情 中国早在2003年就拍过了 它就是由杜冰宴小李凌出演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两部剧的相似程度 如果放到现在的携手圈 是会被分分钟出调色盘逼退圈的 但令人称目结实的是 不少韩语粉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逆转 平时中国拍个青春剧毫不相干的剧情 他们都会说抄袭了1988 可当韩剧和国产剧如此相似时 他们却开始说 国产剧的男主不够帅 女主不够可爱 还是我的女孩好看 除此之外 德鲁娜酒店状东宫 他们说无所谓 看剧就好 黄昏状陈琴令和江夜 他们刷开话题说 内宇也有综艺抄袭韩语的 嗯 你们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或许有人会说内宇也总是抄韩剧 这不过是一报还一报 但说这话的人却忘了一个前提 每当内宇爆出抄袭韩语时 中国大部分观众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丢人并加以讨伐 就连花钱买了版权的也会被吐槽一句没心意 然而韩语爆出抄袭我们的作品 甚至传统文化时 不光韩国举国上下都支持 拿着中国国籍的韩语粉也会帮着他们说话 这一点真是令人难以理解 这一点真是令人难以理解